大家好,我是江浩克 上期说到中华文化五千年博大精深 那么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如何呢? 人类的文明声称自己文明很古老的有很多 比如说埃及 而且人埃及人一点都不客气 开口就说我们文明七千年 咱们都是上下五千年 人家埃及开口就七千年了 还有古巴比伦 就是现在的伊拉克 也是七千年 六千多七千年总是有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谦虚点说五千年 对吧 但是问题是你古埃及 你古巴比伦 声称你有七千年八千年 但问题是你半岛死了 大家理解吧 埃及现在是伊斯兰化的 你自己所谓的古老的文明 没有活到今天 那么历史又悠久 而又活到今天 大的文明体系有几个呢? 有三个 第一个 中国文明得说 咱们比较谦虚的说五千年 其实以后我们讨论 咱也不是五千年的问题 我们扯到七千年也是可以的 那福西就是七千年的 对吧 所以要说悠久 我们也挺悠久的 我们的问题是不仅悠久 而且活下来了 这事就很严重了 我没死 第二个是谁呢? 印度 咱们隔壁的印度 印度文明 比如说七千年 五千年没有 印度文明四千多年 四千多五千 四千多应该是比较靠谱的 它有资料 甚至是有考古依据的 你再吹大了 它找不着依据 所以印度四千多年是有的 但是它不仅有四千多年的古老传统 更重要的是它传下来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西方文明 西方文明包括哪些内容呢? 西方我们又称为三大体系 第一是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给西方人带来了理性 而产生的学问就叫哲学 而以后从哲学当中 派生出的一门重要的学问 叫科学 这个思想体系一定要清楚 第二古希伯来文明 古希伯来文明 我们也清楚 希伯来是什么呢? 就是犹太人 古称希伯来 也就是古犹太人的文化 它给西方人带来的是信仰 而产生的是什么? 是典型的 一神论的西方宗教 这个宗教代表性有三个 就是犹太教 基督教跟伊斯兰教 这三个教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也叫亚伯拉罕文明体系 一神论的思想 就是亚伯拉罕提出来的 在基督教里面 叫亚伯拉罕 在伊斯兰教里面 叫伊布拉辛 所以这都是咱们熟悉的词 这两个词 其实是一个词 亚伯拉罕文明体系 犹太教 基督教跟伊斯兰教 注意这三个排序 排序不能颠倒 这三个教 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第三个西方民分支 起源是什么呢? 古罗马文明 古罗马文明给西方人带来的是 契约的精神 产生的事物是什么? 是罗马法典 也就是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 法治精神 契约精神 说好答应的事就得办 这是一种精神 现在很多人缺了这种精神 大家发现了 说好的事 说不办就不办了 而且这一不办 到最后还得到点利益了 还自己怎么说? 窃喜 说我跟王总定了合同 我一看 我不整这合同了 我不整 我不干了 我还不干 我少损失一千万 我美呀 我高兴呀 可是对于在很多西方之外的人 他不愿意 他说 我宁可签了这个合同 签了合同之后 我发现 不对 我得先做 我宁可损失一千万 我也不能违约 因为你违约之后 在这个社会上的代价太大了 不是一千万能衡量的 大家理解为什么呢? 因为普遍这个社会呢 是有这样一种文化的积累 后来公元四至十四世纪 中世纪 十五世纪 开始了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 叫什么? 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运动 是发生在 钢里斯山南部 欧洲南部的一次思想革命 比较代表性的 就是在意大利的核心 佛罗伦萨 是南部欧洲诞生的一次 强大的思想革命 叫文艺复兴 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开端 那么过了一个世纪 十六世纪 又在欧洲的北部 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思想 叫什么?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对基督教的改革 而后又过了一百多年 又发生了一次奇蒙运动 所以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跟启蒙运动 是我们理解近代 西方文明的三把钥匙 所以我这个人 就是自路搞不清楚了 我这事我心里别扭 我就想把事说得 特别的清晰 提起到底在哪 关注我的公众号 讲好课 关注更多的好课